这个是我 目前 吃过最好吃的鸡肉饭 这只值得跳舞 这一碗值得跳舞 我今天的结论 就是嘉义的 绝对很便宜 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吃遍嘉义的鸡肉饭 先说我个人呢 非常讨厌鸡肉饭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鸡肉饭超级无敌难吃 鸡肉是一丝一丝硬硬的 没什么味道 饭又是黏乎乎的 总之就是不好吃的东西 我很讨厌 可是呢 坊间一直流传 跟我说嘉义的鸡肉饭呢 非常的好吃 跟我一般吃到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都已经到嘉义了 还是吃到很难吃的鸡肉饭的话 我就可以很大声地去回嘴 所以那些台湾人说鸡肉饭 就是个很难吃的东西 好吧 睡觉吧 来这一间呢 听说是网路上很多人推的 火鸡肉饭 通常呢 拍美食的影片呢 最厉害的就是那些 网路上的人 一直在那边说 怎么要吃什么啊 一定要怎么吃啊等等 所以 我就要来试试看那些网路上的人 是不是真的厉害 还是只有 在键盘后面厉害而已 像是编辑机会外说什么 我吃的店不对啊等等啊 我倒要看看你们推荐的 这个是 火鸡肉饭 其实呢 它跟我印象当中 我讨厌的鸡肉饭 一模一样 可是呢 因为出外景出久了 就学会不要以貌许人 所以 一定要先试试看它的味道 所以它就是鸡肉 是一块一块的 不像我印象当中是一丝一丝的 红葱头酥 跟那个 腌萝卜 那些网路上的人 我以为你们多厉害又怎么样 还好啊 它是好吃哦 它绝对比我在台北吃到的好吃很多 如果我第一碗吃到的鸡肉饭是这个味道 我也不至于 像现在这么讨厌鸡肉饭 可以椰萝卜吃看看 椰萝卜是变咸的 让这碗鸡肉饭更多浓郁的味道 这个是火鸡片饭 听说是限量版的 很少 因为就是一只鸡 就是两只腿 然后也是一样 配椰萝卜 跟那个红葱头酥 嗯 这个火鸡肉变好啊 因为它是那个 鸡腿肉的关系 鸡腿特别的嫩嫩 然后呢 咬下去呢 它就不会有那种 鸡松肉 硬硬硬彩彩的那种触感 然后一样配它的那个 红松头的香很大 这碗我喜欢呢 好吃 来配它的荷包蛋看看 它的荷包蛋是流支 这种蛋黄的 嗯 这碗很完美 一碗很不齐远 可是其实有内涵的饭 加了黑胡椒 然后配上那个蛋黄的荷包蛋 它在一起超好吃 我很喜欢 有时候幸福就是很简单 就是来金融这碗 然后这个是猪脚筋 嗯 加益的盐是不是很便宜 好咸哦 完全OK哦 我觉得 仿佛我有一度回到泰国一样 可是台湾人可以接受吗 这么咸 这一间呢 听说是除了游客很爱来之外 连嘉益本地人也会跑来吃 这么神奇啊 通常不是那种 什么这间店是游客来吃的 我们本地人才不会是这一种 可以做到连本地人跟游客都来吃的店 那就来试试看 这一个是 火鸡肉饭 加益的鸡肉饭呢 虽然它说是 就是鸡吃 可是 不吃也太大坏的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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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掉了 下来 我都没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来嘉益一定要吃鸡肉饭 因为嘉益的鸡肉饭真的比 我吃过的鸡肉饭好吃很多 它的鸡肉很嫩 然后会让那个饭是偏硬一点的 咬在一起 蛮大的 但是也不至于跳舞的那种程度哦 为鸡肉饭就是鸡肉饭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又发现嘉益的鸡肉饭 通常会分两种鸡肉饭 跟脱鸡腿肉片饭 我 诚心的 建议所有 嘉益老板 你们只卖 脱鸡腿肉片饭就好了 哈哈哈 这是很好吃的 然后可以唱它的那个红葱头书 它的红葱头书 是认真的有在脆 有在说不只是那种 有的而已 我喜欢 加益的 火鸡腿肉饭 哈哈哈 现在就可以下 夹鸡肉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自他们家的白菜鸡肉 他们家的白菜鸡肉 听说是跟超商有合作的 那我这个白菜鸡肉的爱好 这怎么可能不点来吃呢 哈哈哈 如果 台湾 是便宜的 我觉得嘉益的 演 应该蛮便宜的 哈哈哈 很便宜的 因为台湾人的普遍的味道都很吃 那种清淡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很不喜欢 结果这个鸡白菜味道超重 就是让人有一种非常爽快的鸡白菜 而不是那种过生活的味道 好吃 我喜欢 这个是综合乳味拼盘 就是有 舌头啊 针啊 头皮啊 大肠等等 我今天的结论 就是嘉益的演绝对很便宜 这个味道绝对是在台北吃不到的味道 很棒 这个几乎甜度跟泰国的一模一样的 泰国人来肯定会爱吃 这一间呢 是40年的老店 然后据我们的了解 听说嘉益人本地人也会推荐的 这个是鸡肉饭 我真心觉得嘉益人的中文不好 你们的中文有问题 因为我问他说鸡肉饭是什么样 他说是碎肉 这个已经是肉块了 哈哈哈 肉块就是肉块 在那边牵手怎么是碎肉 然后这一间是目前我吃到的鸡肉饭 肉是最白色的哦 而且他完全没有放那个油葱酥呢 蛮特别的 然后前面我讲的是红葱头酥 我讲错了哦 其实他就是油葱酥 哈哈哈 好像我们机器后面的男人呢 就是听了这么久 他也没有要纠正我 就是代表他也不知道 哈哈哈 来试试看 这个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鸡肉饭 这只值得跳舞 这一碗值得跳舞 这一碗就是好好吃啊 鸡肉完全不柴 又嫩又有嚼劲 然后虽然它是白色的 你也可以感受到它没有太多的调味了 可是它的那个鸡肉很香很好吃 然后那个饭煮得特别好 它是粒粒分明的 不用那个油葱酥去提味也非常好吃 这些真的好吃得太离谱了 它店面完全没有在装潢哦 真的完全刷我三观了呢 因为我以为只有腿肉饭才好吃 鸡肉饭就是过关的感觉 可是这一间鸡肉饭真的不骗你 它就是第一名 不庸置疑 哇 鸡肉饭都这么厉害了 那来试试它的鸡片饭 也是一样没有那个油葱酥 然后也是一样肉最白的 这一间真的好厉害哦 好感动哦 来一家吃到这一间真的值得了 我就哭了我的天哪 它从面前看以为它是很清淡 但其实呢它非常的浓郁 然后重点是它的饭煮得特别好 就是饭很香 然后流香的感觉非常的明香 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一间感觉主要是 又在认真经营 哈哈哈 不然的话早就是哇 大排长龙了 接下来是味噌汤 感觉味噌汤跟鸡肉饭是搭配的 那一位每次问老板 他们都会说 通常客人都会点味噌汤配鸡肉饭 就是正统的台式的味噌汤 这一间呢是家艺人的排队名店 因为呢它只开宵夜 我刚来的时候呢店还没有开 就已经有非常多人在排队了 结果店一刚开整个店就满了冷了 超厉害的 那我就来试试看连家艺人都会排队来吃的鸡肉饭 到底多厉害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火鸡肉饭 用肉眼看呢 它是目前我知道 那个鸡油最明显最亮的一家 它也是一样没有油充酥呢 超级简单的 连那个烟萝都没有了 来吃它的鸡腿肉饭 这个肉片饭好吃 饭呢煮得过滚 不会硬 然后呢鸡肉非常的嫩 然后呢是非常清淡 很舒服的 就是你吃下去你可以直接对焦 那种不用怕会有罪恶感等等 嗯 可是它的肉片嫩的有点太离谱了 只要吃到这个肉片 就够了 在味道的浓郁的程度上 绝对比台北吃到的鸡肉饭好吃 就是大概多了 30到40%的味道而已 味道已经100% 它就再多了30% 这有什么好难听我懂的 所以就是 我要这样继续吃我的东西了 不要干得我的拍片行程好吗 这个是下水汤 然后呢 他们的下水汤是火鸡的内脏 然后很快就会卖完了 里面就是有内脏跟那个姜汁 内脏很干净很脆 不是炖到没有任何的粗感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嘉义人 嘉义的老板很重口味的店 就是超重口味 很清淡的店就是超级清淡 没有中间值 这个汤呢 我就会怀疑说到底 盐是很贵是不是 这么舍不得放盐 这个是猪血汤 听说也是他们家很多客人点的 基本上汤底是一样 可是重点就是 它的猪血好好吃哦 完全没有生生或者随随的煮不熟的那个感觉 很好吃 它的猪血很好吃 已经吃完了嘉义的鸡肉饭 嘉义的鸡肉饭很好吃 可是不是所有的嘉义的鸡肉饭都好吃 不是那种什么 你想要吃好吃的鸡肉饭 就去嘉义随便吃就会好吃 不是 嘉义不是所有的鸡肉饭是好吃的 嘉义的鸡肉饭有非常好吃 让我大经验 有普普通通 有一般般有过关 可是 就算嘉义的鸡肉饭再怎么普通 可是绝对是比台北吃到的鸡肉饭好吃 我敢这么讲 因为在台北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吃到好吃的鸡肉饭 这一次至少让我对鸡肉饭改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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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